下一位,陳其彪先生 各位,我自己在工業界和科技界工作了四十多年 在創新科技處委員會坐了八年,我想這裡資深過很多人 今天講的話,很多人不合聽 因為我覺得現在成立一個局,兩年之後這麼闖絕 裡面講的話這麼空凡,是不實際的,做不到的 我看看ITC裡面講的話,十年前抄下來是一樣的 照版煮碗,過多十年都可以抄實對的 反而目標越做越大,不計數,他說什麼? 核心動力,人人受惠,變成香港的優勢,確保香港經濟持續增長 香港現在是二千六百多億美金的經濟體系 就算百分之三,一半是創新,每年要幾百億港人增加的產值 在那裏做不做到才行? 這些不是香港夢,是香港夢想來的 要改變這個事實,不是扔給一個局長搞定的 要我們特首整個政府去,才不是變了一個核心的動力來的 全體市民合作,現在我們扔給一個局長搞定了,找個救世主 這個世界沒有救世主的,以前有一個所謂的steering committee 在哪裏?由曾俊華帶領的,他不行了,又找個局長出來 四十年前,香港工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GDP 全四小龍是先排先的,我們什麼都沒有叫做工業處 四十年之後,我們四小龍的尾,越跌越低 是不是一個局可以改變呢?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根本現在,怎樣做呢?回到joining board,再由頭做過了 業界的參與,沒有在這裏 現在我不是只是科研,是要將它變成產業化 所以我覺得大家,希望立法國重新考慮 真真正正做一些實際的目標,怎樣做 不是這麼空泛的,等於謝偉俊議員說的 你看多十次,一樣的,沒有分別的 不信你上網看看 你看看,到底產業裡面的企業人士 在局裡面有多少代表呢? 你看看seering committee 在現在的創新科技處 只有十分一 全部都是大學教授,不是說大學教授不對 現在我們要變成產業嘛,講明啊,變成產業 不是一個科研的成就啊,要變多了 台灣,韓國,新加坡,國內 他們的產業的代表很強啊 香港說那個互聯網、電訊 為什麼全世界成功呢? 不是中小企啊,是幾個大地產商 他們投資,扔很多錢進去做三支、四支 PCCW,新電網,全都是產業的 不要大家有什麼夢想啊 沒有產業,沒有投資,什麼都不成功啊 是一個lab裡面的prototype來的 所以呢,產業界沒有一個聲音 他們不肯落答,他們不肯去冒險 創新什麼科技都沒有的 你看看,美國、韓國、日本 全部都是那些大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start up 做的東西 多謝你意見下一位莫乃光